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一个出现在我们这个商业时代属于消费者的狂欢节 那么在古代没有双十一 古代的人们是如何购物如何剁手的呢 生活在古代呢 女同胞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逛街 估计会被憋死 在上古时期 生产力非常低下 能够囤积大量货物的磁性个体 在族群中就会获得比较高的地位 在那个时候呢 体现磁性个体能力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能看家 能生育 能囤货 实际上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 女人们对于购物的欲望 都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的 古代女性买买买 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 明清时期的江南 在那个时候 江南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女同胞们贡献的 因为那个地方的纺织业特别发达 那可是女性的优势项目啊 据芝加哥大协的汉协家彭木兰估算 那个时候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每年从纺织业中可获了一大约十二两银子 足够养活她自己外加五个孩子 既然钱都是女人自己赚的 那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吧 购物品位当然得到大大的提升 所以那个时候的服装业呀 首饰业呀化妆品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古代的杂货铺叫做星货铺 形容商品种类繁多 有如天上的星斗一般 其中啊食封之九都是硅中之物 就是女性的用品啊 那个时候的江南啊 可以说是全国时尚的前沿 所谓逢人便说学苏州 短衫宽袖长螺带 南京城里面的高档新货铺 大多是苏州人开的 省市因缘录里面写道啊 山东女人想要得到南京时装 必须派专人到南京去采买 以当时的交通情况 估计跟今天的海淘也就差不多了 南方商人呢也从中看到了商机 在那个时候山东已经能看得到 南京的时装连锁店 打出的品牌就是叫南京铺 为了满足女人们的购买欲 那个时候啊 江南的服装款式更新的非常快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实样 就是今天说的实装 跟现在一样啊 如果你穿了一件去年的爆款服装 你会被嘲讽的 所以当时的一些正人君子 对这种现象展开了痛心疾首的批判 我们在辽斋啊 这样的小说里面 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啊 某个公子在元宵节 或者是清明节 或者是重阳节 总之是某个节日 在街上溜达 一不留神看到了一个绝色美女 在那购物在那买买买 一打听 就是一个富商或者是官员的女儿 从此一段恋情就此展开 为什么这样的邂逅总是出现在节日呢 当然女生是喜欢逛街购物的嘛 在当时女人只有在节日里 才可以名正言顺的出门逛街 古代的女生购物 不太可能跟快递小哥打交道 因为以当时的社会风气啊 怎么可能让男人进内宅呢 但是呢 另外有一个职业叫做卖婆 卖婆呢 经常带着首饰啊服装啊 就到女生的家里去上门推销 结果就是男孩追女孩 经常委托卖婆作为中介 《水浒传》里面 西门庆勾的潘金莲 是不是得委托王婆呀 这个王婆就是 卖婆媚婆牙婆 三合一的角色 你要是说到购物能力啊 皇家 皇室 绝对是VVVVVVIP大客户 波皇王朝的玛丽皇后 最爱干的事就是买买买 买衣服 买鞋子 做头发 买珠宝 所有的挥霍无助 路易十六买单 她每年要添置三百多套衣服 每天就要换三套 每一套装束 都成为当时贵户圈里面的爆款 她把当时盛行的洛可可风 可以说推到了极致 这种带货能力